离主还命于天 孟昊轻声喃喃 这是他听柯云海所说的一句话 许久孟昊深吸口气 抱拳向着离主的雕像 深深一拜 以他方家少族的身份 以他诞生在地久山海的身份 来拜着曾经的地久山海主 一拜之后 当孟昊起身抬头时 他忽然一愣 他不知为何第一眼看去 这雕像是一个中年男子 可此刻再看 这雕像索克居然是一个女子 这女子并非绝美 可却给人一种很温柔之感 偏偏孟昊宁神又看时 雕像索克还是那中年男子 让人分辨不清 孟昊若有所思 传闻中这离主不但来历神秘 自身更为神秘 到底是男是女 就算是其身边的亲近之人 都无法知晓 就在孟昊昊 就在梦昊皱眉时 忽然的这整个世界有一个喃喃的声音 幽幽幽回荡 扩散整个天地 也从孟昊的耳边飘忽而过 曾经本作感悟众生 还命于天 太灵经 世间所传皆为残卷 完整三经 归一之后 便是山海经 山海经九卷 一如九大山海主 各执掌一卷 又有三大尊者 万万年传承 是位掌经人 天地悠悠 星空苍茫 我来自遥远之方 飞山海界修 只因一缕执念不灭 欲借苍穹生 山海界内 有我执念在 感悟九封之道 欲二代封妖 受其感化 明误是非 成三代封妖 我身为封妖 迈至尊秀 遥望时光中 一代九封 赶其道 认其人 回头时 已成道元梦 追寻真正道 走众生 无量节 留此第一神念 借道鬼之辈 为封妖一脉 凝聚香火情 我之传承 不传山海经 不传繁俗修 不传大能备 不传英国法 不传有缘人 只传 封妖脉 此为纪元 聊我之念 声音悠悠 在说到这里的瞬间 天地轰鸣 那雕像双手上的符文 突然散发 璀璨之芒 惊天动地 孟浩身体一震 他听着耳边的话语 看着那两个符文 体内封妖禁法的波动 千百倍的强烈起来 对比心神中 四大禁法 具象化形成的符文 使得他立刻就明误 这李主雕像 手中的两个符文 那是 封妖一脉的 两大禁法 一个 是二代封妖的禁法 另一个 则是李主 曾经创造出的 属于三代封妖的禁法 孟浩深吸口气 他忽然明白了 曾经风妖古裕内 所说的话语 到底是何意 一代老祖 二代传承 三代最强 孟浩喃喃时身体一晃 向着那雕像 刹那而去 可就在他迈出的瞬间 李主雕像 左手的符文 突然飞出 化作璀璨 刹那间 融入着天地内 与此同时 这天地顿时扭曲 黑云轰鸣 苍穹咆哮 大地起伏时 一只只仿佛远古的巨兽 从天空露出身影 向着孟浩怒吼时 这天地内的所有 都在这一刻 散发出了强烈的敌意 锁定孟浩 孟浩脚步一顿 在他脚步停顿的瞬间 苍穹轰鸣 静猛地下沉 大地凹陷 四周居然不断掀起 仿佛这天与地 在这一刻成为了一个圆 不断地压缩 不断地收拢 要将孟浩碾压在内 轰轰轰 云层崩溃 一只只远古巨兽 发出凄厉之后 要冲出此地 可却有不少 被直接碾碎 血雨洒落时 苍穹的边缘已弯曲 与大地的掀起 连接在了一起 向内不断地收缩下 碾压之力掏仙 孟浩喷出鲜血 猛地抬头时 双目内露出精芒 是考验吗 又或者 是这种方法来传承 孟浩立刻看向四周 可一时之间 却找不到脱离的方法 与此同时 在孟浩这里 与靠山老祖背部的门内 获取造化的同一时间 在那第七山海 与第八山海的裂缝中 全身上下更是渐渐浮现了一层层鳞片 可很快就又消失 而他的气息也在慢慢地庞大起来 体内的伤势正飞快地恢复 他的双眼有时会睁开 流出仇恨与强烈的难以形容的杀机 再有一个月 我就可以完全恢复 下一次再遇到那个人 我必杀他 此人的一切手段 我尽知晓 他必死 轰鸣中 白主闭上了眼 盖住了杀机 可这杀机 却从他身体内散出 充斥自周 形成巨响 化作风暴 扩散苍茫 靠山老祖背部之门所在的世界 此刻早已颠覆 天与地连接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圆 孟浩在内承受惊人的魏亚 他的身体发出咔咔之声 似要崩溃 而这四周的天地 此刻轰鸣间不断地收索 速度之快 前一眼 似只能依稀看到尽头 可下一幕看去 居然在了万里外 似乎这天地的收索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会彻底完成 不给人太多的时间 最多几息而已 要么成功度过考验 获得传承 要么就是死在这里 不配成为风妖一脉 这种意志 尽管没有言辞表露 可却在这霸道的天地毁灭中 清晰地表达出来 孟浩双眼赤红 这天地收索太快 他来不及有任何的思绪 这四周的天地之源 就已然到了千丈外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轰轰而来 刹那将孟浩淹没在内 剧痛撕裂全身 死亡的感觉 在这一刻强烈的 无法形容 眼看孟浩即将覆灭 孟浩忽然双眼一闪 他明目了 山海界内 由我直面在 感悟九封之道 与二代封妖 受其感化 明目是非 成三代封妖 这是李主之前的话语 这里面的两个字是关键 是非 二代封妖的进法 与是非有关 而这所谓的是非 与眼前这一幕结合 可以化作另外两个字 真与假 孟浩目露其忙 在这微压下 他的念头千百转动 双眼猛的一闪 封妖第二进 真假进 孟浩默然开口 在他开口的刹那 天地轰鸣 这天与地形成的圆圈 瞬间将孟浩淹没在内 不容他反抗丝毫 而实际上 孟浩也没有去挣扎 更没有反抗 轰 天地轰鸣 孟浩脑海 嗡鸣 这一刻他感受不到了身躯的存在 仿佛他的身体已在了天地轰鸣中碎灭 唯有魂还在 此刻飘升时 孟浩心中茫然 低头时 他看向下方 看到了在下方自己肉身消失 而那天地归一的圆 此刻化作了一个点 这个点慢慢地扩散 越来越大 其内慢慢出现了混沌 有天 有地 有众生 有万物 可却都融合在一起 随着这个点扩散得越来越大 直至无边无际时 渐渐分裂开来 沉着地落下 成为了大地 轻浮地上升 成为了苍穹 一只只远古的凶兽 在苍穹飞舞 发出一声声 嘹亮的咆哮 回荡八方时 大地出现了 一棵棵大树 渐渐参天 更有山脉起伏 还有江河出现 这一切的一切 给孟浩一种强烈的不真实 你懂了吗 就在这时 一个平缓的声音 从这四周传来 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 从虚无走出 站在了孟浩的前方 正是雕像所刻的 李主 他望着孟浩 可孟浩却觉得 似乎此人看的不是自己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二代风妖的禁法 就是真假 他要从一代风妖的 原始禁法内 寻找传承之意 故而感悟了真假禁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在于一面之中 直至 以假乱真 以真乱假 孟浩沉默 目中露出明雾之芒 这真与假 他不是首次接触了 之前与那五元童子 萧一涵交战时 他就看到过 萧一涵的真知本源 此刻他望着四周 半晌之后 闭上了眼 盘膝打坐 神识散开 感悟天地 寻找心中 在方才那一瞬 升起的一缕 对真假禁法的感知 时间流逝 不知过去了多久 孟浩双目慢慢开合 他的脸上露出微笑 右手抬起时 他的右手虚幻似针 有针时的好似虚幻 渐渐地 他的整个手臂乃至身躯 都变成了这种样子后 孟浩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真假假真 只是一种变化 真假禁可让真实成虚 可让虚幻成真 此禁之强 已非道尊能长 孟浩南南时抬头 看向在他前方始终存在的 李主身影 起身一拜 多谢前辈 晚辈 晚辈懂了 这懂了二字出口的一瞬 李主的身影 似多了一些神采 微微一笑 这是二代风妖的进法 而我的 与此不同 已为你施展 能否感悟 看你自身 而我还想问你一句 真与假 你真的懂了吗 说完李主的身影 深深地 看了孟浩一眼 转身 渐渐消散 我执念已了 欲追寻本尊之路 你我若有缘 还可相见 或许 那是万万结缘之后 声音飘渺 慢慢成为了余音 直至消失 孟浩皱起眉头 目光扫过四周 看着四周这片 重新出现的天地 他没有察觉 李主所说的进法 所在的痕迹 三代风妖的进法 孟浩目中露出茫然 许久之后 闭上了眼 默默地感悟四周 时间流逝 很快数日过去 孟浩睁开眼 他依旧没有头绪 只是察觉到 此刻所在的世界 仿佛是远古之时 且他可以确定 这里不是虚幻的 而是真实的 他低下头 看着自己的身体 他没有身躯 有的只是魂 沉默中 孟浩索性飞出 在这片天地内游走 看着大地 看着苍穹 看着草木 时间流逝 一个月后 孟浩焦急起来 他感受到了时光的变化 在他的猜测中 这片天地的时间流速 似乎与山海界 没有什么不同 必须要想办法出去 按照时间判断 那第七山海的白主 应该已伤势恢复了 孟浩神识轰轰散开 寻找离去之处 可直至又过去了一个月 孟浩依旧没有头绪 他的焦急越来越强烈 右手抬起挥舞时 有神通幻化 轰击八方 可哪怕将这片天地崩溃 他还是没有找到离去的办法 似乎这里是一个困地 将他永恒地困在了这里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孟浩越发癫狂 不断地轰鸣四周 不断地试图寻找 风妖尽把 被他展开 却依旧是于事无补 他大吼离主 可离主早已离去 这天地间尽管 还存在了一些远古的凶兽 可在孟浩的嘶吼下 却一个都不敢现身 时间在孟浩的焦急中 无情地流逝着 一年 三年 六年 孟浩看着时光流逝 那种自己一个人的孤独 与对外公那里的担忧 让他的心刺痛 可他找不到出去的办法 已过去了六年 孟浩苦涩 他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这里的时间流速 自己判断错误 与外界不一样 都不会缘 与外来